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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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标题四团体标准写上18年19年1819年连续两年考团体标准 二百九十三页第二行团体标准的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标准 第三行鼓励社会团体制定高于推荐性标准的团体标准 然后黑标题五企业标准写上18年19年连续两年考的企业标准 那么第五大项的第二段划第二行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和企业制定高于推荐性标准的技术要求 好 第五条的第二段 第三段 第三段打个勾再看看吧 反正已经考了两年了 再看看也没事 二百九十五页 二百九十五页来划一下大客户一 监管机构及其职责 第一句 国务院住建部门负责全国实施强制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监督管理工作 住建部规定 然后大客户一的第二段 第二段的第四行 这间站负责对施工监理验收三个阶段执行强制性标准情况实施监督 然后大科户二 大科户二来划一下 第三段 工程建设标准批准部门应当对项目执行强制性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再下面一段 建设主管部门在处理重大事故时 应当有工程建设标准方面的专家参加 好 这就差不多了 第一题 关于强制性标准 说法正确的是 A 国家标准都是强制标准 错 有强标也有推标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分为强标和推标 错 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一律都是推标 C 强标只能由国务院批准发布 错的只能 因为它可以授权 第一 强制性标准应当免费 这个说法是对的 推荐性的标准文本是推度免费 至于它的区别 反正考试要紧的东西就那么几个 几个地方 特别留意一下就可以 我们在后面给大家画了图 这个图看完以后要舒服一点 强制性国标是由住坚部 水利部等等 组织起草和技术审查 由国标委负责立项编号 那么国务院自己批准公布 或者是授权批准公布 国标委自己制定公布的 叫做推荐性国标 住坚部自己制定公布的 叫做航标 那沈建成厅自己制定公布的 叫做地标 这些东西放在考前备一备就行 你现在备的也没什么用 很快就忘掉了 第二题 关于各类别标准的关系问题 说法正确的是 A企业标准团体标准 应当经过行业主管部门批准 这个话是说错了的 企业标准和团体标准 都不需要经过谁的批准 对外公布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B团体标准 不得低于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的规定 C企业标准不得低于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的规定 D所有类型的标准 均不得低于强制标准 B和C越看了越糊涂 但是看到低的时候 一下子豁然开朗 D说法是对的 强制标准就是法定的最低标准 不论你制定什么样类型的标准 你都不可以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 那么具体 只要你高于强标 那么接下来谁也管不着你 你爱怎么制定怎么制定 那么国家鼓励你高于推荐性标准 各种推荐性标准 但是你必须要满足强制标准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所以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跟什么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有关系吗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只要保证团标准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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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 标准监督和检查 说法正确的是 A 工程标准的批准部门 可以对项目进行 监督检查 还是应当啊 应当 B 工程建设强制标准 都是关于质量方面的强制条文 这个显然是不全的 还有安全 环境 等等对吧 C 主管部门处理重大事故时 应当有工程建设方面 标准的专家参加对等 D 这间站负责队 勘查设计施工进行监督 错 他管的是施工监理和验收 勘查设计他管不着 好 接下来把教材翻到 297页 297页的7020 7020的第三次栏段 14年8月 住监部规定 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的这辆终身责任制 工程开工之前 建设 勘查 设计施工监理 法定代表人应当签署授权书 注意这个授权书是开工前还是竣工前 开工前要签 然后明确本单位在项目上的负责人是谁 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的这辆终身责任指的是 在多长时间内担责任呢 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内 然后这辆终身责任实行哪两个制度 书面承诺制度和永久竣工后永久行标牌的制度 好第四起 A 五方责任主体指的是建筑工程的建设 勘查 设计 施工监理 等五方参与单位 这个说法呢完全正确 注意不包括材料商 不包括供应商 B 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只包括房间 不包括市政 这个说法是错的 住建不发的任何一个文件 都是包括房间和市政 因为住建部能管的项目就这两个项目 其他的像公路啊水利啊 他想管还管不着呢 对吧 C 各方项目负责人都需要经过 本大会法定代表人的书面授权确认 实行书面承诺制和竣工后永久性标牌制 对的 D 项目负责人这辆终身责任制 是指工程设计年限还是实际使用年限 设计使用年限内要终身承担 以责任单位倒闭以后项目负责人不再承担责任 这个说法是错的 终身承担那就不受单位的影响 A和C 好 第五题 暗图施工的已经考过两年了 好简单个东西 但是很多同学的总是会做错啊 假建筑公司曾建一桩六层的住宅楼 七级抗震设防 施工图已经通过了审批 施工中假公司技术人员发现图纸中有一处设计 存在明显的问题 不符合抗证规范 则施工单位A应该照图施工 严格照图施工 B 及时向建立单位报告 如果建立同意可以照图施工 C 按照规范和强证标准修改设计 并且向建设单位要求加钱 D 及时告知建设单位和建立单位 并且提出改图的意见和建议 等到设计院那边改好了图子以后 施工单位再按照新的图子来施工 这个题显然应该选低吧 谁画图谁改 你不可能去 施工不可能去改设计的图子 对不对 但是施工发现图子有问题的话 按图施工也是不对的 所以就是提出改图的意见和建议 到时候按照新的图子来施工 好 再看教材的300页 300页的7023 每年的都考两道题 考两道题 首先是黑标题 黑标题1 1里边的第二段 施工单位的检验要依据三个东西 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合同约定 合还是货 合 合是什么意思 三个要全部符合 如果有一批水泥符合合施工技术标准 但是没有达到合同约定 这个就属于不合格水泥 应该退掉 检验的对象包括四个东西 建筑材料 购配件设备和伤混 全部要做进场检验 好 第三行第四行 检验结果要形成书面记录 由相关专业人员签字 好再看黑标题2 这个见证取样 倒数第一段写上必考 2000年9月的 涉及结构安全的四块事件材料 见证取样和送检的比例 不得低于规范规定数量的30% 这30%每年都考 哪些要做见证取样和送检 一共是八个 沉重水泥和防水 我们讲过12346都有两个字沉重 五是水泥七是防水 好 301页的第二段 见证人是甲方或监理的人 然后下面一段 在施工过程中 第二行取样人员负责做好标识风制 标识风制的应当标明 工程名称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取样日期 并有两个人签名 这些划过的地方呢 同学们都再熟悉不过了 但是在划的过程中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有一句话从来没考过 就是301页的第二自然段 见证人员确定好以后 由建设或监理单位书面通知 哪三家单位 施工 检测 和支监站 从来没有考过这句话 这句话呢 看一下 这是盲点 好 再看大科虎二考一道题 也就是说 见证取样考一道题 大科虎二也要考一道题 大科虎二划第二行 这辆检测机构是独立法人 还是非独立法人 独立法人 检测的内容 资质分为哪两个 专项检测资质和见证取样 检测资质 好 然后第二段 这辆检测业务由谁委托 建设单位委托 再下面一段 下面一段的是 第三行 检测报告 经建设或监理 确认以后 由谁归党 施工单位归党 第五行 利害关系人 对检测结果有争议的 换一个检测机构附检 这个换的检测机构 要双方共同认可 做一下题吧 第六题 在施工检测的见证取样中 取样人员 应当在饰样或包装上 做出标识和封证 其中应该标明哪五个内容 工程名称 取样部位 取样日期 样品名称 样品的数量 不包括工程的地点 样品的数量 第七题 关于第三方检测 正确的说法是A 检测机构可以和建设单位 有关系还是不能有 这个东西的同学们也比较熟了 扩活二的最后 倒数两端 检测机构不能和五家有关系 行政机关公共事务职能组织 设计施工和监理 那么言下之意和建设单位 是可以有的 比检测机构的资质 分为综合检测资质和专项检测 错 应该是见证取样检测资质和专项检测资质 而陈老师会考得这么细吗 这就是这个游戏的玩法呀 你听客听到现在 你要一眼就能看穿 它跟你的聪明才智 没什么关系跟你原来大学里学哪个专业 读书曾经好坏没什么关系 跟你工地上混了多少年也没什么关系 它就是一个文科性的考试 你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两个 一个是考哪里 就是你现在对哪个地方会考 哪个地方不考 哪个地方经常考 你要一清二楚 另外一个呢就是怎么考 每句话编辑的方法 你要通过刷题 事先心中有数 然后呢题目它会告诉你大概看到什么深度 你不做题 你永远想不到出其他要求你看得这么细 所以很多的书看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 一刷题就发现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那就是因为了学习不得法 你没有玩没有摸清楚这个套路 你又很固执听不得人家说你 所以一定是记住先看题 看了题以后再来看书 少走弯路 C 检测报告经过施工和监理确论以后 由建设单位的来归档 这个地方呢是写反调了 应该是建设和监理确论以后 交给施工单位归档 C 这辆检测业务由施工企业书面委托 错 应该是建设单位委托 E 利害关系人对检测结果有争议的 由双方共同认可的检测机构复检 就是换一个要双方共同认可 然后复检结果由提出复检方 报当地主管部门进行备案 这个说法是对的 好再看第八题 这也是最近两年的题 关于 法律上提到的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他指的是哪两个东西 在正常情况下安全使用的 也有些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 那么地震中 这个灾区里面倒掉的那些教学楼 住宅楼算怎么回事呢 反正谁也不担责任 因为它是地震倒掉 它不是正常情况 是不是 所以呢 任何人都不担责任 B 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深度 但不必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后半句是错的 必须注明 C 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是从实际转移占有职日 还是竣工验收职日 应该是从竣工验收合格职日 D 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与合同法中说到的 工程合理使用期限 内容一致还是不一致 内容还是一致的 好 这段话呢 出的归纳的挺好 再往后 翻一下 313页 313页的找一下 要倒数第一段吧 接你的依据 一 法律法规 二 有关技术标准 有关技术标准指的是强制性标准和合同确认采用的推荐性标准 推标能不能在工地上使用 关键是要看承包合同有没有明确约定 没有约定的话 是不可以带到工地上来的 所以同学们呢 在库华尔的下面的写上 不包括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 那么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都是属于推荐性的标准 只有强制性的国标才可以在工地上使用 这是一个大事情 第三个是设计文件 第四个是承包合同 接你的依据要求大家熟悉 好 接下来是教材的三百一十六页 三百一十六页的黑标题 第一段谁组织竣工验收 去年刚刚考建设单位组织 黑标题二的第二段 竣工验收的五个条件 每年都必考 就是三一六的倒数第一段 写上每年都必考 这个也没什么好讲的 那么三百一十七页的七零十二 档案 这个内容呢写上了解 这个地方本来是想压题的 现在看看呢 教材已经太简化了 太简化了以后呢 不是很方便出题了 七零十二其实讲了三段话 要紧的事情呢就一件 向合同向对方移交答案 所以分包的答案呢交给总包 总包的答案呢交给业主 勘察设计间里都把答案移交给业主 在业主这边统一了以后呢 业主再把它移交给成年大案馆 成年大案馆 所以记住就是向合同对方移交就可以了 好第九题 竣工验收前 施工单位应该先向成年大案馆 申请答案预验收 否则不得组织竣工验收 这个内容呢 同学们记住 跟政府跟兄弟部门打交道 都是建设单位对外去打交道 施工单位是不对外的 B 在竣工验收完成以后 建设单位应该向主管部门 或者向成年大案馆移交建设答案 这个说法呢就正确了 时间呢是三个月 C 勘察设计间里单位应该向总包移交答案 这个说法是错的 向合同对方是建设单位移交答案 第一 工程项目有几个单位平行承包的 那么各承包单位应该收集 整理例卷其负责的文件 及时向监理一交 这个错法是错的监理 应该是向建设一交 总之分包交给总包 总包交给业主 勘察设计间里都给业主 好再把书翻到318页 318页的讲的是 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中 有四个内容 关系到公众利益公共安全 要做重点验收 也叫做专项验收 那么这四个内容指的就是 规划消防节能和环保 关系公众利益公共安全 去年考了黑标题一 就是规划验收 那么今年的同学们 重点的掌握一下 这个黑标题二 竣工消防验收 那么竣工消防验收 分两种情况 第一段 住建部门规定 应当申请消防政府验收的工程 那么应该向住建局 升级消防验收 这个指的就是 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和特殊工程 那么由住建部来规定 全款规定以外的 其他建设工程 由建设单位 自己负责消防验收 然后报住建部门的备个案 住建部门的应当抽查 还是可以抽查 应当抽查 那么依法进行 政府验收的工程 未经验收的禁止投入使用 其他工程 如果经检查不合格的 应当停止使用 下面一段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 应当提交八个方面的材料 积淀食物的同学 这段话经常会考 按例考过好几次 是吧 所以考积淀的同学 要熟悉 申请消防验收 应当提交哪八个材料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第十题 根据消防法 除能源密集大型场所 和特殊工程以外的 一般建设工程 消防验收是怎么搞的 A 施工企业向住建局 申请消防验收 这个说法是错的 B 建设单位先去备案 备案以后 方可进行验收 C 建设单位的自己验收 验收完了以后 到住建部门备个案 这道题的C是对等 第一 可以不经过消防验收 由住建部门进行抽查 这个当然是胡说八道 这个题是好题目 就是大型人员密集场所 和建设工 特殊工程 它的消防验收 是政府验收 政府进行 但是其他的 都是业主自己验收 验收好了 报政府备案 那么节能验收 319页的环保验收 我们经常讲得比较通透的 节能验收都讲得比较通透 所以其实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那么黑标题4的同学们可以划一下 这个第三行 第四行 政府投资项目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 依法负责项目审批的机关 不得批准其建设 下面一段 下面一段最后一句 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标准的 建设单位不得出具什么报告 竣工验收合格报告 再下面一段 下面一段的话第三行 单位工程的竣工验收 应该在节能分布验收合格后才能进行 就是先做节能分布验收 再做单位工程竣工验收 然后320页 320页了 华一下 这个大括弧2 节能分布验收的组织 里边的第三 括弧3 就是第五行 节能分布验收应该由总监主持 施工单位的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负责人都要参加 下面一行 施工单位的质量技术负责人要参加 设计院的设计师应当参加 节能分布验收是建筑实物 每年必考的内容 要求大家重点掌 好321页 321页来划一下大括弧4 节能专项验收的注意事项 大括弧4来划一下这个第三段 工程项目验收存在以下问题之一 应当重新组织节能工程验收 里边的第二句打勾 参加验收人员不具备资格的 要重新组织验收 好 然后大括弧5建设单位对不符合杰能强证标准的民用建筑项目 出具了俊工验收报告的责令改正 出核荣款2%到4的罚款 好同学们总结一下 318页压题的是压黑标题2 消防验收 消防验收 那么319页的黑标题4 节能验收呢 同学们作为了解来处理 几句话呢 你看一看 记得住就记 记不住就算了 反正划了太多了 金奖呢 也讲过 好 接下来把书往后翻 324页 324页的大括弧2 正中间大括弧2 大括弧2的第二段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12条的规定 发报人有三种情况 应该对工程质量缺陷承担过错责任 一提供的设计有缺陷 二提供或者指定购买的材料不符合强标 三直接指定分包 这三种情况写上 已连考六年 已经连续考了六年 承担过错责任 这是同学们不太容易想到的 好 接下来是325页 325页的7045 7045的第一段 压题 建设单位负责 在竣工验收合格15天之内 将竣工验收报告 规划消防环保部门 出去的认可文件 准用文件 报建设主管部门或专业部门备案 建设主管部门或专业部门 发现竣工验收中 违反国家质量管理行为的 责令停止使用 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还是罚款 这个是责令停止使用 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记住他的法律后果 好 这一整段话的是压题 326页 第一段 备案的文件 最重要的是 括弧二 竣工验收报告 要进行备案 那么竣工验收报告里边 了解一下 第二行 要有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分别签署的这辆合格文件 还是共同签署 分别签署 要有验收人员签字的 竣工验收原始文件 还是复印件 原始文件要进行备案 然后括弧三 括弧四 规划环保消防 他们的认可文件 括弧五 这辆保修书要进行备案 然后这段的尾巴 住宅工程要多交两个东西备案 住宅质量保证书 和住宅使用说明书要备案 这段话比前面详细一点 然后黑标题二 黑标题二的滑下第二段 这间站应该在 竣工验收五天之内 向备案机关提交 这辆监督报告 好 最重要的就是325的这一段 这个法律责任要把它备下来 什么责令停止使用 这个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这个千万不能备错了 谁提 关于建设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 上一次出题 是2012年 已经有8年没有考过这里 所以我们今年的断定 这个地方呢会很重要 那么它究竟重要在哪里呢 在招投标的过程中 第二候选人举报第一候选人 说第一候选人呢 两个类似工程项目 其中有一个呢是 还没有完成的工程项目 有一个是已经完成的 一个还没有完成 那么没有完成的这个呢 竣工验收合格 已经合格了 但是还没有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所以各地监管部门 对于已完成 它的认识 什么叫做已完成的工程业绩 有不同的观点 有些监管部门 有些省份认为 只要验收合格 就叫做已完成 但是有一些像江苏省这边 普遍监管部门认为 只有通过了政府备案 才叫做已完成的工程业绩 所以这个在招投标的投诉中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大事情 A 施工企业在验收合格15天之内办了备案 错 应该是谁啊 建设咱们 B 竣工验收备案 必须提交竣工验收报告 包括验收人员签署的 验收文件的复印件 错 原件才可以备案 C 住宅工程与市政工程 办理竣工备案提交的文件 相同还是不同啊 不同 因为市政工程要多两个 住宅质量保证书 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对吧 多两个 那么第一 竣工验收完成5000之内 这间站应该向备案机关 提交一个阵量监督报告 这个说法是对的 如果监管部门 在发现这个备案的时候 发现了竣工验收的 有违反质量的管理规定的行为 应当折令停止使用 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前后来要联系起来 然后最后有一个工程 已经办理了验收 但是一直没有在政府的办理备案 没有办理竣工备案的情况下 那么属于不属于已完成的工程业绩 那么第二候选人 投诉第一候选人 能不能站得住脚 应该以各省的规定为准 要向各省的监管部门打听一下 还有一个工程 根本就没有经过验收 但是已经投入使用了 提前投入使用了 那么问这个投入使用的工程 属于不属于已完成的工程业绩 他既没有办理过验收 也没有做过备案 这些东西都要琢磨琢磨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12题 关于建设工程质量保修 说法正确的是 不同类型的建设工程 比如说房建和市政 它的保修范围呢 有一些不同 像这个房建的话 有个地基基础的问题 那么市政的一些项目呢 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它的保修范围的不同 这个说法是对的 比合同约定的保修期 不能高于 还是可以高于 可以大于等于 但是不能够小于法定保修期 因为法定保修期 是最低保修期 C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与市工企业的质量责任年限无关 这个说法是错的 市工企业终身承担质量责任 这个终身指的就是 整个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内 第一 保修期的起始日 是工程实际竣工日 错 应该是竣工验收合格日 好 那么这道题呢 如果事先没做过 考场上的话 选A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327页的大科湖1 大科湖1的第2 第4行 当然不同类型的建设工程 其保修范围呢 有所不同 有所不同 所以这句话呢 是书上的原话 但是你看书了 看不到这么细 看不到这么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329页 18年 考了大科湖2 第一段 政府投资工程 这保金 按照国家集中支付的 有关规定来执行 这段很偏 是吧 大科湖2的第一段 19年呢 考了大科湖2的第二段 支保金不得高于 结算总额的三个点 如果是以保含方式 替代扣除支保金的 保含的金额 不得超过结算额的三个点 下面一段 最后一句 采用质量保证 质量保险方式的 发报能不得再预设支保金 这个去年都考掉了 然后再下面一段 去年也考了 缺陷责任期内 由承包能源 造成的缺陷 承包能应当负责维修 并承担鉴定费 及维修费 如果承包能不维修 也不承担费用 发报能可以按约定 从支保金中扣除 超出部分的 可以按约定继续索赔 承包能维修 并承担费用后 不免除还是免除 不免除损失败上责任 由他能源 造成的缺陷 谁负责组织维修 发报能组织 还是承包能组织 发报能组织 承包能不承担费用 发报能也不得扣除 好 那么扩户二的几段话 第一段是18年考的 第二段第三段 第四段都是19年考的 大扩户一也考掉了 大扩户一的写上 18年19年都考掉了 那么现在的就差个 大扩户三没有考过 所以大扩户三 支保金的返还 是今年的压题 第一段 缺陷责任期到期后 承包能可以申请退钱 还是保修期到期 跟退钱有关系的 叫缺陷责任期 不叫保修期 好 然后下面一段 发报能在接到 退钱的申请后 14天之内 会同承包人进行核实 如果没有疑议 应当退还 返还期限没有约定的 核实后14天之内 应当退还 与其未退还的 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发报能在接到申请后 14天内不予答复 经吹告后 14天内人不予答复 事同认可 这段话呢 写上4个14天 4个14天 然后330页 330页的7053 7053的第二段 第二段 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 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 责令改正 罚10万起步 10到20万 然后呢 第三段不是去年考掉了吗 第三段 去年考掉了 今年就不考了 再下面一段 就是16年的9月份 企业申请资质升级真相 在申请前一年 有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 不予批准 就是不予批准 资质的升级和真相 也就是说了 7053的法律责任 要求把第三段和最后一段 连起来看 好 我们看一下13题 根据2017年新修改的 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 发报人在接到承报人 退还质保金申请以后 在约定的时间内不予答复 如果金推告后 在规定的时间内 还是不予答复 视同认可返还的申请 这里所说规定的时间 都是指的多少天 都是指的14天 4个14天 记住答案就行 好 那么有关第七章的质量保修制度 就给同学们 简单的复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